石头剪刀布 射处能报复 一事无成三十年 一天居然能通过包剪锤的游戏成为亿万富翁 今天要讲一个赌徒以命相搏的故事 男主伊藤是便利店的小职员 三十岁还过着上班摸鱼下班幻想 心比天高却仅可温饱的生活 在社会的底层日复一日的挣扎冷却着 这样的生活从一个女人递给她一份协议开始改变了 原来主角的朋友贷款三十万跑路了 而协议的担保人正是伊藤本人 根据协议伊藤必须履行还贷义务 算上利息需要还两百万 而伊藤自然没有这个能力 女人给伊藤提供了坐牢之外的另一种选择 上船 女子告知一艘游轮将会在四个小时后离港 而这艘船能够让伊藤还完所有债务 运气好的话 甚至能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真正的改变人生 因为没有其他办法 在女人的言语蛊惑下 虽然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 但是已经相信自己是天命之人的伊藤 毅然搭上了这艘名为希望的船 一上游轮伊藤发现 船上居然有上百名和自己一样 被债务逼到穷途末路的人 而自己在船上要坐的 居然是玩石头剪刀布 获胜的人不仅能还清所有债务 还能获得一大笔奖金 在经历了恐吓 被骗 暴力 心机等各种折磨后 明明已经过了关的伊藤 却选择和队友大叔共进退 一起被判出局 来到了地下世界 这是一个地下世界 独属于帝国集团 邮轮上游戏的真正原因 就是想无偿获得免费劳动力 建造地下帝国 地下的所有工人都是因为欠债 已经作为奴隶卖身给帝国集团 这当然不合法 但是在地下只有帝国集团的法律 并且还没有人能走出去过 距离上一次赌博已经一个月 没日没夜的劳作 伊藤终于等来了发工资的日子 辟原地下世界的货币 整整一月的劳作 只能得到约500元的工资 伊藤需要在这地下工作30年 才能够偿还债务 能从这里出去的 除了每日摸黑工作 还完债务的人外 就是死人 除此之外 只有一条与送死没有区别的勇者之路 能够让地下的奴隶们逃出生天 本来想安分守己 麻痹自己度过苦日子的伊藤 在看到持续待在地下劳作的工友 发病的情景时 毅然决定踏上那条有去无回的勇者之路 而在看到这条所谓的路后 所有人都绝望了 这条天路还有着跨步传导的高压垫 所有人只能站着走过去 这是为了使表演更具观赏性 否则趴着客人怎么看得到 人到桥头已经很直了 没有退路的众人 在伊藤的带头下 鼓起勇气踏上了独木桥 强风恐惧狂雷暴雨 在这条桥上 人在绝望边缘的恐惧 懦弱 丑陋慌乱 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这些让在终点的上流人士表示 非常下饭 伊藤强忍着恐惧和愤怒 移动着自己快要麻木的大腿 向前一点一点地靠近着 同伴一个一个坠落 或惨叫或哀嚎 都逐渐向下沉去 变成一声似有似无的门声 终于 伊藤与同伴飞扑 一起到达了终点 就在以为命运改写的刹那 陷阱就在咫尺 最终通过的只剩下伊藤一人 也是第一个通关勇者之路的人 他就是勇者 已经在恐惧中逐渐脱离出来的伊藤 只剩下仇恨与愤怒 他狂怒地大骂着这些 视人命如草芥的食人虫 就在要被驱赶时 伊藤豁出得到的所有钱 决定要跟策划这些恐怖游戏的主使 立川赌一把 经典的心理博弈游戏 国王与乞丐 看似五五开的概率 在伊藤决定赌的那一刻 胜负已然分晓 他已踏入了陷阱 在他身上 奴隶烙印之下 有芯片可以得到他的心跳频率 和血压等等信息 通过特殊手表上的仪表盘分析 立川成功赢下了这场赌博 赢得了伊藤身上刚刚通过勇者之路得到的所有钱 以为只是运气差不甘心的伊藤 赌上了自己仅剩的还没午热的自由 然而依然输给了立川 自己又将回到地下 不见天日的劳作 而这一次是一生的时间 看着自己的人生像被玩具筹码般玩弄 伊藤崩溃了 而也正是在这崩溃中 他发现了大反派立川不正常行为后的作弊方式 他请求把自己引来这里 且与其他帝国成员明显不同的女人借自己钱 让自己再赌一把 成功用啤酒借到钱返回赌卓后 伊藤通过自残的方式 大量出血使芯片的感应失灵 正是与大反派坐在了公平的赌卓上对赌 通过真正的心理博弈与布局 伊藤利用立川多疑的性格 以及自傲的心理成功赢下了赌局 不仅重获自由 还得到了5亿现金 而这个地下猎狱的始作勇者丽川 也因为极高的赔率欠下5个亿 只能被打入地下世界 一生劳作偿还 以为自己成功上岸 成为人生赢家的伊藤开怀畅饮 被女人要翻直接截胡 只留下了几万块的辛苦费 人生啊到底是回到了起点 在一开始被女人蛊惑时 伊藤曾说 但她却无法做出实际行动 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甚至根本没计划去改变 只是挂在嘴上说说 恼羞成怒时喊一喊罢了 女人告诉她 有些人的人生生来就是没有价值的 她不认同但却无力反驳 要改变自己的人生 不是靠一日的豪赌 而是靠一天天积累下来的努力 幸存者偏差 往往让人得不偿失 真正要改变自己人生的人 从来不需要豪言壮语 从来不需要等到每个月的一号 从你下决心的那一刻 就已经开始了 就像已经说完了故事 帅的人已经点赞了 而有人还想白嫖